1956年6月 一群特殊的参观者 围在上海第二营燃厂技术员郭慧兰身旁 被他笔下的花纹深深吸引住了 他们是一群日本战犯 这一刻距离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 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战犯怎么会在这里 时光倒流六年 1950年7月 苏联向新中国移交的969名日本战犯 那时这些巨型累累的战犯 还没从战争的疯狂和学心中清醒过来 有的哭上的脸 有的也理直气窗 说他们不是战犯 是战犯 所以他们刚来的时候 这个非常嚣张 周总理指示 对战犯要尊重人格 不能打骂 有工作人员想不通 这些恶魔手上 沾满同胞鲜血 凭什么对他们这么客气 一看到日本战犯 这个企业就不打一出来 所以造一个会议 进行对我们国家人进行教育 中央明确指示 要把他们改造好 让他们变成新人 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 可是昔日的鬼能改造成人吗 一场史无前例的灵魂之战 拉开了帷幕 所以我们必须使他能够认识到 他这个反动的本质 是从哪来的 不正义的战争是从哪来的 战犯拿到管理所 上的第一课是帝国主义论 承认侵略 反省战争是第一步 同时战犯在管理所 受到充分的人道主义对待 并有所以家属被允许来话探望 中国以德抱怨 恨罪不恨人的态度 拷问着他们沉沦的两职 六年后战犯分批到北京 上海 天津 南京 武汉 沈阳 哈尔滨等地参观 新华盛记者的镜头 记录下他们走进古宫 印燃场 抗日烈士纪念馆 这些人的脸上 已经褪去的嚣张 意气 只见羞愧 震惊 愧的是战争之罪 金的是中国之美 1956年 36五一等战犯 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所有受审战犯 无一人否认罪行 无一人要求赦免 被称为一号战犯的 林木齐九 受审时泪如雨下 他说 想到那些被我毫无理由地 加以杀害的人们 我的心就像要碎裂一样难过 曾自称 以死效忠天皇的陆军中将 藤田茂说 认罪是我们一辈子的事 铭记历史是为了警示未来 宽恕罪行是因为真实和平 这次灵魂的抵挡 再次证明和平终将战胜行 他们回到日本后 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对罪行献身说法 为凡战奔波呼号 半个多世纪里 几乎每年都有从管理所走出去的战犯 重返谷底表达感恩 他们在这里一起一座 向抗日迅难烈士 谢罪碑 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 欢迎来到董明珠的店 冰箱洗衣机生活电器 应有尽有 请扫二维码 享受美好生活